男孩泡在海里 全然不知身后飘来一具尸体 听见男孩叫喊 众人急忙把尸体抬上沙滩 想要报警却发现没有信号 突如其来的死亡事件 让所有人都感到不安 有人想要离开这座小岛 可没走出去几步 就感到大脑一阵眩晕 等他醒来 竟发现自己又回到了沙滩 与此同时 一位老妇也突然心脏不湿 转眼间就没了呼吸 此时还没有人 把这几起意外联系起来 直到刚刚发现尸体的男孩 再次出现在众人面前 大家这才意识到 这里似乎不太对劲 男孩父亲赶来寻找妻儿 可一双儿女就在眼前 他却完全没认出来 女儿害怕地抱住他 他反应几秒才相信 眼前这对青少年 确实是自己年纪六岁的孩子们 一旁的小黑健壮彻底绷不住了 他朝着来时的方向狂奔 果然也遭遇了不可抵抗的头晕目悬 小黑醒来也被传送回了沙滩 众人终于认清现实 他们被一股诡异的力量困在这里 为了安全 大家决定任何行动必须两人一族 以免有人再次晕倒 就在这时 医生靠近小黑 挥手就是一刀 其他人上前阻拦 医生却看起来精神恍惚 并不知道自己刚刚做了什么 愤怒的小黑想要还击 可大家惊讶地发现 他脸上割开的伤口 竟奇迹般地愈合了 眼见事态变得不可控制 大家决定先凑在一起 说出自己来到沙滩的详细经过 从中找寻离开的线索 很快他们发现 每个家庭都是因为有人患病 被酒店主动邀请来到岛上疗养 海里死亡的女子患有间动症 老父患有心脏病 而刚刚袭击人的医生 则患有精神疾病 话音未落 男孩母亲就晕了过去 原来 她体内长了一颗肿瘤 而随着时间推移 只有三公分的肿块 一下子发展成了犬头大小 甚至还有继续变大的趋势 事不宜迟 为了救人 医生打算现场开刀 然而手术刀刚刚划开皮肤 刀口却迅速愈合了 女人肚皮刚被割开 伤口竟瞬间愈合 众人被这一幕惊得目瞪口呆 为了能切出肿瘤 医生只能让其他人撑开伤口 随后 硕大的肿瘤被成功取出 女人也终于苏醒过来 不料 小黑突然大吼 召集众人到尸体旁边查看 溺水女的尸体 竟然在短短三个小时内 就完全腐化成一堆白骨 众人这下意识到 这片沙滩会加速人体细胞老化 那三个迅速发育的孩子 就是最好的证明 而根据他们的成长速度推算 沙滩上的半小时 大概等于正常世界一年的时间 大人们的身体也在发生变化 只不过相对于成长期的孩子们 并没有那么明显 目前为止 离开沙滩仅有两条路 但山谷的方向已经被证实 只要靠近就会瞬间昏迷 另一条路则是面前的大海 单凭人力根本无法游出去 就在这时 更匪夷所思的事情发生了 五岁的男孩和女孩走出帐篷 短短二十分钟 女孩的肚子就变得和怀孕五个月一样大 家长们还没消化这巨大的信息量 女孩就已经临盆 然而婴儿出生后 没几秒就停止了呼吸 因为沙滩上时间流速过快 无法及时进行营养补充 男孩见此情形当场失控 女孩母亲也一度濒临崩溃 自责没有保护好女儿 一连串的事件 让这里的气氛愈发紧张 医生的精神状态也因此恶化 发病次数频繁起来 大家一个没注意 小黑就被医生活活通刺 剩下的两个男人小心翼翼凑上前 拿走医生手里的刀 防止杀人事件再次发生 众人认为不能坐以待毙 其中一个男人走向大海 尝试走水路寻找一线生机 突然男孩父亲发现 对面的山上有人在监视他们 可还不等他细想 入水男人的尸体就被冲毁了岸上 他的妻子悲痛不已 过分激动的情绪引发了癫痫 抽搐几下后也当场去世 这时刚失去孩子的女孩 竟趁人不备独自爬上悬崖 想从上方寻找出路 眼见他就要登顶 眩晕感毫无预兆地袭来 在众人惊恐的目光中 他掉了下来 时间一点点在流逝 大人们的寿命也在快速消耗 他们的身体机能出现明显老化 视觉和听觉严重受损 尚且保有行动能力 还有机会逃出这里的 只剩下那对目前还算年轻的姐弟 两人在沙滩上找到一本笔记 上面记录了关于这片沙滩的部分真相 这是一片充满辐射的沙滩 凡是在这里逗留的人 身体都会迅速发生异化 白天刚到这的六岁男孩 晚上就变成了中年大叔 为了寻找逃出去的方法 姐弟俩四处转悠 竟无意间找到一本笔记 上面记录了笔记本的主人 因空难偶然逃生至这里 他发现沙滩上的岩石 被海水冲刷多年后 竟形成了特殊的磁场辐射 会导致身处这片沙滩的人 细胞迅速衰老 直到尸骨无存 而笔记的后面 也写满了云南人员名单 这意味着 从没有人能够逃出去 姐弟俩深入一处洞穴继续探索 就在这时 前方诡异的声音 吓得两人停住脚步 原来是同行旅客之一的女人 女人患有骨质疏松 细胞的加速老化 让她体内钙元素 也同样飞速流失 此刻她的身体已经无比脆弱 轻微的碰撞 便会让全身关节扭曲变形 女人无法忍受这种折磨 一阵尖叫翻滚后 就此结束了自己的性命 等姐弟俩回到父母身边 父母也刚刚经历过一场搏杀 医生精神病发作暴起伤人 混乱中 母亲摸起一把生锈的小刀 划伤了医生的手臂 医生顿时感染破伤风 眨眼间暴毙身亡 一家四口团聚 坐在沙滩上 享受他们最后的亲子时光 等太阳再次升起 沙滩上就只剩下一斤 不如中年姐弟俩 他们原本也打算 坦然迎接自己寿命的终结 可就在这时 弟弟在行李中翻出一张字条 这是他们刚被骗到酒店时 酒店老板的侄子交给他们的 上面赫然写着 我的叔叔不喜欢珊瑚 碰巧 沙滩不远处的前海里 就有一大片珊瑚礁 两人猜测那里 很可能会隔绝沙滩岩石的磁场 于是当即下水 向珊瑚礁游去 谁知刚进入珊瑚礁 姐姐就被铲住衣服 弟弟发现后 立刻回头解救 与此同时 沙滩对面的一处山顶上 正有人观察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见迟迟无人露出海面 男人打电话报告实验失败 观察对象全部死亡 随后他就带着拍摄的影片资料返回 没想到酒店内部 竟然隐藏着一间药物实验室 而整件事真正的目的 也再次揭晓 酒店老板故意将合适的病人骗到沙滩 就是得知沙滩时间流速与外界不同 这样方便他们暗中进行药物实验 比如那个患有癫痫的女人 就饱受每日发病的折磨 可他们偷偷在女人进入沙滩前 给她使用了特制药物 所以女人得以在沙滩上 正常度过了八个小时 这相当于外界的十六年 实验室因此快速拿到了 原本多年才能取得的药物数据 极大提高了实验效率 让他们的研究成果 能更快造福全人类 他们正准备迎接下一批被骗来的患者 不料姐弟俩却突然出现 是刚好开裂的珊瑚礁 让两人得以逃出生天 他们拿出那本笔记 将酒店的黑幕公之于众 至此这场残忍的人体实验终于结束 罔顾人命的资本家们 也终将被法律严惩 迎接社会各界的审判